汉江西西三条之流拥护下的这片绿色半岛名为大崖 天气正好时与城海朝安隔江相望的大崖人 便可乘上小舟一览潮汕三地的好风光 唐宋之前原北海滨荒凉之地的大崖人烟稀少 宋末原初兰蔡二世族人相继从福建迁徙至此安家落户 元代史广东道都元帅陈毅在这里设衙门已管辖 因此得名大崖 漫步在这座占地面积约为2.2平方千米的临江村落 四百多座的古建筑临次致笔 助力于现代住宅之中 四点金式格局的宅邸连遍成群 古运悠悠 眼前的蓝室大错内 是村里唯一保存较为完好的四马拖车式古斋 每砖每砌都彰显着官家风范 当年屋主蓝茂长 因花费重金赈灾至水 受风官衔 这块望重寒江的御赐牌匾 刻露下了它的卓著功勋 自汕头开布后 许多大雅人离开家乡 远赴南洋谋生 这座二进式建筑 便是因风灾坍塌损毁 后被龟桥集资重修于好的蓝室宗祠 我们的华球对我们家乡的共享也很大 我们这里降学校的时候 修池塘的时候 很多华球勇业 将强做这个公益事业 我们很感谢我们的华球 三面环水的大雅 旧时仅有一条道路可通外界 进可攻退可守的天然优势 让大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一度成为潮汕地区革命的大后方 堡垒户神楚乡 向中共地下工作者提供天圣大福地 以掩护革命活动 游击队在大雅渡口 伏击日为军兵 当地民兵以菜式家庙为据点 积极开展武装道争 置身于这些红色遗迹 当年烽火岁月的消云淡雨 仿佛历历在目 沃土田园时过境迁 如今七千多名大雅人 有的已将捕鱼 有的公耕乐道 他们操起了电脑 做起了纺织 生活幸福 宜然自得